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功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功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庭请坐下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三格林讲师 带来的演讲 来大家晚安 晚安 不冷吗 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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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大家很关心 因为已经开始上高级班 所以让大家视野开始不一样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讲过 换位置我们要换脑袋 过去台湾台湾人注意都是每一天的吃穿喝 对不对 保守只看国内 或是看社会新闻 但是你民进府后 你的视野完全不一样 你看是国际事务 中东的事情大家有了解吗 叙利安难民知道吗 为什么会有叙利安难民 你不知道 有人知道吗 不知道怎么换手 都有看过 知道这条新闻嘛 叙利安难民 现在四个早在欧洲 吃八万人在那里流离失所 对吧 那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没有内战 好 那为什么会有内战 你刚才知道原因 当时在乱门 所以美国一轟炸他 美国为什么要轟炸他 因为他们叛乱 谁叛乱 那人家国家叛乱干你美国什么事 不是啊 你先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人家国家叛乱 那是他们家的事情 跟美国什么关系 什么地带 你先走去西里 人家国内美国去轟炸 他们百姓都被危害到 被什么 被他们有 叛乱的危害到 他们百姓被危害到 有政府军有百姓 到底你在讲哪一个 不是政府的反乱 判断后就在反乱 你知道美国是在帮忙反抗军吗 政府军是俄罗斯在支持的吗 不知道嘛 对吧 现在是人民要叛乱政府 美国去支持那 不是电头摆了 你有没有搞清楚 你不知道嘛 对吧 应该不清楚 应该不清楚 对 不清楚 那你再说清楚 好不好 事情不是我们想得很简单 要一步一步推啊 那我们来给你补充一下这段的资料好不好 来 这个地方先介绍一下 这个之前的IS 你知道IS你知道吗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不行 你不说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有很多支派 有讯医派 有什麽 实业派都不一样 这里判断是IS 伊斯兰国这个 那他是怎麽来的 一堆都汹汹地走出来了 也本来是反抗菌了 反抗菌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 那为什么有反抗菌 反抗菌从哪里来的 道道听我说 来 先看这个地方 这里面有个城 这个城很差别 叙利亚因为IS关系 叙利亚世界遗产都遭到破坏 会全部摧毁 鉴于11世纪的克拉克城堡 这个是一个单独拿一个城堡来讲 因为最近移到里面乱七八糟 那我们只讲其中一个叫奇事堡 它是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候的城堡 实际上保存最好的城堡之一 现在没有了 现在不是实际上保存最好的城堡 已经被炸掉了 11世纪库德仁在这儿大 库德仁你来上网去查 什麽叫库德仁 再来 现在没记住 像移到这样 再来 叙利亚战争前人口2300万 战后半数人口被迫逃离家园 根据联合国难民数数字 余有650万人逃亡至叙利亚禁 他处是有480万人逃亡国外国 这照片都是网络上抓来的 这应该是NBC的news 还是NBC的news的照片 不可能 很凄惨 叙利亚先介绍一下 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 巴原帝之一 成为罗马帝国 僵域以前 经历过什么 菲尼基西台 米坦尼王国 亚树王国 古巴比伦王国 古埃及帝国 波斯帝国 马其顿帝国 哇 各种帝国 那些帝国都要吃的地方 表现什么 它很重要 对不对 来 我慢慢来补这段历史 633年以前 它是基督教发祥传播中心 后来阿拉伯帝国 7到16世纪 就是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 1944年 1516年 厄图曼帝国的一部分 18世纪法国进来 被法国委任统治 后来宣布独立 一直到1946年 1958年 埃及跟叙利亚合并称阿拉伯联合共国 1961年 叙利亚脱离阿拉伯 建立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现在才开始独立 1963年 你看 取得政变 哈菲茲阿塞德领导的1116年 现在的阿塞德就是他们儿子 他的后代 最后是阿塞德家族的通敌 一直到今天为止 那包括以前在以色列的格兰高地 也是本来是叙利亚占领 后来撤军 在他们里面 然后2000年的时候 掌权30年的阿塞德去世 他的次子巴薩爾阿塞德 接任总统 2005年 联合国决议 2007年 你看 而且你不要以为他们 他投票 他有全民公决 他有全民公决的结果97.62 确认他获得第二总统任期 今天我才要说 刚才说 这个叙利亚这个国家 为什么开始有反抗军 他统治这么多人的支持 应该是高票当选 对吧 97点多 哪一个国家投票率 里面97%的人民支持你 但是 中东地区 接连发生阿拉伯之村运动 2011年 2011年 你刚才说 阿塞德在你做 2011年叙利亚也出现这个东西 什么叫做阿拉伯之村 你知道吗 你们知不知道 来 告示给我来 我先跟你说 阿拉伯之村是什么 2011年开始 北非跟西亚的阿拉伯国家 跟其他地区 使得国家 发生一系列 以民主跟经济为主题的社会运动 2011年开始 你现在时间等一下 你把它黏住 这些运动 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 跟网路串联的方式 2010年一准网路运动就发达 影响深范围的广 是全世界非常注目 2011年开始 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阿拉伯之村 让很多 本来在回教国家里面被压迫的 开始有这个民主思潮 要对抗所谓的专制 所以很多国家受这个影响 这事情不是在想的很简单 什么叫做民主思潮 这里面就影响到这个 叙利亚的反抗军 因为阿塞德在统治 他总统 会跟阿拉伯之间要求这个 来跟他打 反抗政府嘛 所以政府去镇压嘛 那是对不对 政府镇压暴动 有97%的民意支持 对不对 先不要讲太早 来 我们慢慢看 那时间点 倒过来讲 你看 2015年9月30日 古年 俄军对于叙利亚的反抗军进行空袭 你知道吗 支持阿塞德政府 你知道吗 多一个角色进来 对不对 俄罗斯在拍 不是只有美国在拍 美国到底在拍什么人 那这些反抗军后面是谁在支持的 美国在支持的嘛 对不对 美国本来支持反抗军 阿塞德是政府 我刚才问你美国在逢走谁 这个你就乱掉了 中多的问题 不是那样 我们一次讲一讲就讲得清楚 里面有宗教 有民主制度 有不同的大国在里面 其实后面都是大国 都是大国在打 去轰炸叙利亚 除了美国和俄罗斯 还跟我讲 法国也去炸 法国耶 丹麦也去炸 你会觉得很奇怪 全世界都要去炸那边 奇怪 这是什么国家 是不是 然后我们把这件事情倒过去推 2014年 伊斯兰迅速扮演是2014年6月 掌握了叙利亚经历伊拉克三分之一国土 宣布伊斯兰国 倒过去 2014年发生的时候 再往前 反抗军爆内讧 改成温和拜根基金派 伊斯兰国对抗 本来是反抗军是一起的 后来分裂 才跑出圈的伊斯兰国 再往前推 2013年8月 大马斯格郊区遭受化学武器攻击 数百人死亡 现在来了 欧巴马指责是阿塞德政府所为 要求国会授权出兵 是这样美国去打他 是怕什么 授权出兵是要怕什么 不是反抗军 你怎么看不见 现在欧巴马指责是阿塞德政府所为 是你不对 要看清楚 然后再往前推是什么 2013年反抗军在北方地区战事 势如破竹 攻占了什么 50万居民的拉卡市 为反抗军首都拿下大臣 再往前推 2012年8月就发生这件事情 发生什么 欧巴马警告叙利亚 不要使用化学武器 否则将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干预 政府要去打反抗军 用化学武器美国要去打 是不是有意思 再往前推 反政府者冲突蔓延至叙利亚最大城市 现在有反政府抵出来了 再往前推 2011年8月 美国总统欧巴马要求叙利亚总统 阿塞德下台 并下令冻结叙利亚资产 这事情都一直往前推 我们现在已经讲到2011年 2011年3月的时候 开始的事情很小 为了抗议学生在墙上涂鸦 造成什么 示威 然后三天之后 遭到警方开枪镇压 四人死亡 反政府起义活动 首次出现罹难者 这样看 故事是这样推到很多年前 这个还不够久 那我再问你 在这之前发生什么事情 会有什么事情 就阿拉伯之村 为什么阿拉伯之村 再往前推 阿俄罗斯为什么要进来打 现在下一个问题了 为了汽油 你看 轻载公共 当人讲东西不能随便讲 没关系你尽量讲 但是绝对 为了汽油 为了汽油 你知道现在俄罗斯出产的油 多过叙利亚吗 他要唱 他要唱 学有最多 沙拉伯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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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轮不到叙利亚 叙利亚 叙利亚叙油没这么多 那为什么要打他 都不是醜油 你讲的理由不成立 我们要讲任何东西 一定要有评有据 我们才能下判断 别再轻轻公共 过去台湾人 我跟你说你们来高级班 你们以前讲话没有人把你当一回事 是不是 你讲的话谁把你尊重过了 因为过去我们不重要 没人跟你刚才会当一回事 可是现在你现在变成民政务的官员 你上高级班 你要学会一件事情 想过 准备好 再讲 一定要想过 准备有好 说 才有说服力 以后你当官的时候 比如说下面给你统治六十万人 你是俊首 还是酒厂 你讲话出去 你不知道谁在讲呢 就好像我们有一个 当医生的市长一样 他以为他在当医生骂病人 就叫他手里头头头 你换位子要换脑袋 经过思考 来 我们再往前推 俄罗斯是什么礼拜 我们要看一张地图 刚刚 你看看 刚来伊拉克 叙利亚在这边 俄罗斯加 中间还有好几个国家 招来加重点 谁是不是独立国 叙利亚当然是个独立的国家 它有总统啊 民选啊 那为什么另外一个国家 可以直接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打 没有啊 没有属于美国 它是独立的国家 刚才讲过嘛 我们刚才刚刚刚不是才跟你念过历史 什么时候取得政权脱离建立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吗 来 我们讲的事情一环扣一环 来 慢慢看 这个你能看得懂 你之后当民政党官员 太多的文件要你看了 你以后不是一个执行者 你如果要做官做上面的位置 你不是一个执行人 你每天大概光是签工 我们不知道签多少了对不对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 下判断嘛 做决定嘛 你如果短时间不把事情搞清楚 你就下决定是多少 会出多少乱子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讯息 我给你看的讯息你开始下判断了 要整理 要思考 要逻辑推论 对吧 好 我们先上看 然后 刚刚这件事情只是给你一个 时间的timeline 一个时间的发展过程 但是我跟你讲 俄罗斯进来有其他理由 俄罗斯在这边对不对 这是乔治亚 这是土耳其 这边是叙利亚 这边是伊拉克 之前美国打伊拉克对不对 俄罗斯 俄罗斯在2014年发生一件事情 他病吞克里米亚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叫克里米亚 俄罗斯硬要吃起来 克里米亚是谁的 乌克兰的嘛 对不对 俄罗斯为什么可以把 他的土地直接吃下来 那你知道克里米亚什么时候变乌克兰的 你知不知道 克里米亚 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变乌 那是在追溯到前苏联 赫鲁雪夫当作有一任的俄罗斯 苏联的总理是乌克兰人去当的 他当的任内 他就把这块土地拨给乌克兰 之前是俄罗斯的战略 Russia 所以这边有很多过去的故事 跟历史背景在里面 说到这样 你如果拥有克里米亚的话 他就控制黑海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地理 刚才是看历史 现在看地理 控制一台 最近他不是打叙利亚 是从离海里面的军舰 钉完踏一个飞弹 轴机飞弹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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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俄罗斯打了一个飞弹 打了几个轰炸 飞这么远 因为叙利亚可以控制什么地方 叙利亚这个位置很重要 可以控制整个地中海 地中海就可以控制整个欧洲 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叙利亚 我如果培植一个 阿塞德我的政权听话的 是不是很好 所以俄罗斯一定要来支持 他支持的阿塞德政府军 因为现在美国在在 欺负阿塞德 那俄罗斯就来打 对不对 稍微有点背景知识了 好啦 我要跟你们讲这么多东西 简单只跟你讲一件事情 台湾人的视野太小了 我们今天来这边是台湾民政府 后面是美国军事政府 我只让你看大国做事情 都是计划十几年 二十几年 更久的 不会隆隆堵到什么事情 再来改冠了 刚才我是不是倒推 我倒推子告诉你一件 美国做事情 老早的布局很久了 经过一经的准备后 传好事了 家事都传好事了 要稍微打进去 它不是小地方的地方吗 它做事情已经更早更早了 我只要讲说 台湾民族人成立 老早就准备好了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 台湾这块土地 我刚才讲克里米亚这么重要 我讲叙利亚这么重要 我跟你讲台湾更重要 控制整个亚洲地区 台湾绝对是不可能 是你们中华说中华民国的 你放心好了 美国军事占领 怎么会轮到你中华民国在这边 讲的有的没的 那为什么他要说的有的没的 他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中国代言人了 为什么要去太平洋岛说 这是岛不是礁 如果他是礁 如果中华民国跟中国并在一起 他就没有宣称这个土地的立场 是这样 他现在造成中国 所以你的动作很奇怪 好啦 那下一步 蔡英文接着要当总统 盖国城做整个中华民国 那你要继续维护这个 所以中国现在对蔡英文喊话 你怎么不来维护南海主权呢 是不是 蔡英文是谁 我跟你说 他现在的身份就是占领军 中国人 他是代表中国人的政权 他不是台湾人 他代表中国人政权在这边维护中国的土地 要宣称的土地 但是说到这个 这样台湾人看不见 想说这是台湾人自己的政权 那个声音有点打扰到我 不好意思 好 我现在只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要吃药 没关系 他要吃药 没关系 他要吃药 没关系 如果整个台湾 我们过去看乱七八糟的乱象 只要有一件事情 就全部解开来 过去几十年 七十年他在洗脑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给你灌的东西 你几个字就解决了 这个几个字在之前 在报纸上已经刊登出来 就是台湾这块土地上 只有两种人 那时候初级班我问过你 台湾这块土地有什么人 有人说 有客人 五三座 原住民 对吧 胡说八道 只有两种人 只有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两种人 相当过去有更多名字 要把你分化 一百万人要通知 六百万人是否要通知 把你替价楼饭 一块一块撕的小块比较好吃 这叫客家人 这叫什么人 什么都给你分 你们祖先从那里来 这都是统治者 占领者 要把你吃的方法 现在台湾民 民政党站起来 把这件事情全部浪出来 台湾人应该知道 叫你说 应该已经清楚了 民进党里面的高官 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网络上还有很多影片 专门在解释台湾的真相地位 很多喔 英文的你们上网去查 台湾地位研究 还是台湾真相 都跟你说这块土地 还是美国军事占领 从来没有中 在美国的眼中里面 根本没有中华民国 我跟你说 所以内政部长陈薇仁说 在家里面也可以穿龙袍 我现在就在笑你们 这个中华民国 在家里穿龙袍 真的穿龙袍 在家里关起门来 穿龙袍 就是这个中华民国 自己叫总统 在美国眼中里面 没有中华民国 根本不承认 全世界这一个中国 它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准你拿他的身份证护照 到处乱跑 这是一个过程 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 身份证都出来 说到身份证 很趣 你们都有ID卡 都有我们的ID卡 是不是 有没有去办 还没下来 没关系 趕快去办 那个办的后面 我跟你讲 我们做身份证的时候 也有人 想跟我们一模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一模一样 比较便宜 结果 不好意思 抱歉 我再上课 那个身份证重点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那边有那个身份证吗 可以 这会插播等于把它关掉 会不会 OK 好 那你帮我放下那个身份证 你们拿到身份证有去看 你现在有抽屁有个身份证吗 拿出来看一下 你看 你看都没黏清楚 你现在拿出来 不是 不是 如果USMG不够 来 你没有 我让他们看 我再让他们看就好 来 你们都有那个卡 要拿出来看 没有 应该 秘书长是说有个身份证没有错 但是那整个是什么 Under the jurisdiction 管辖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对吗 对吗 自己copy的人不敢说那句 头巾都给你操得一模一样 只有这句不对 没有出现 为什么 你敢出现看看 你告诉我 有谁敢自称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名义 来成立组织 有没有 你敢干什么 让你顾得完蛋 对不对 你任何人可以以谁的名义来宣称 比如说 青菜市的人用你的名字 去银行贷款 你最要顾对吗 你不是我啊 你想要代表我在做事情 有没有任何可以代表说 我是美国政府出来 跟你说我是美国政府派来 马上美国政府驾驾说你不是 对吧 任何人要用人家的名字之前 你一定要authorize 被授权 没错吧 其他没有一个单位敢讲 我是美国军政府 对不对 要用这个来发车牌 用这个来发身份证 用这个来发旅行证件 好啊 一行再一行 台湾人是怎么看的 为什么这个你看不懂 很奇怪喔 我们在这边讲法理讲这么久 只是诉诸你的一个理性逻辑推理 我现在讲你们听得懂了吗 敢在这边写一个 under jurisdiction jurisdiction 管辖权 美国军事政府管辖底下 才发的东西 这个跳回去我刚才那个演讲的那样 台湾人要怎么样交 这一直是我们的课题 怎么样你对这些流亡政府系统 可以把你插出来 一直是我们的课题 因为我们现在人数训练相当多了 但是没有我们预期期望的 那么高的反应 问题出在哪里 就在这一群外面的人 脑袋真的是去生得很惹惹 真的去生得很严重 连我现在简单的跟你对话 你都不能跟我用逻辑的对话 来回应我 是不是 那我给你抓你的语病 你马上那个逻辑就兜不容了 我们在这边讲课 一定要逻辑清楚嘛 对不对 才能说服人 可是当你把逻辑讲清楚 居然没有人听得懂 这个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Suppose 应该啦 我们这样讲 应该是很多回应 台湾人听到 我就是台湾人 好在好处 我跟你说 正常的回应是什么 正常 你如果是本土台湾人 听到法律的第一个正常反应 是说 哪里好 总算脑袋起来 不敢说那不行 那个很奇怪 这种话很奇怪 有人跟你讲 你真正的身世是什么 你不是很高兴吗 谢谢这个人 当时你跟我说 我真正的身世是什么 好 我现在来打拼 现在让我真正的身份跑出来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嘛 台湾人什么态度 什么表现 这种回应 是不是很奇怪 当你把真理 这样骗人 骗在哪里 指出来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演讲这么久了 都是在跟你讲证据 证据摊在你眼前 反而没有证据的是谁 中华民国 他现在可以说 台湾市的理由是什么 开罗宣言 是不是 人已经跟这人没了 任何的交易 任何土地 从拿破仑以后 所有对于土地的交易买卖 都透过什么 条约 条约 你没有Treat 哪一个条约 把它交给你中华民国 没有啊 你这国家也不存在 也没人交给你 你在说什么 所以他现在在台湾做的 每一种东西都违反战争法 以后都是战争罪来追逃 是没有时效性的 刚才已经讲了很多次 手机一定要关 来 我们养人习惯了 没关系 下次 总是会有 快 厚道的请尽快坐下 我真的讲到一半 现在 我们是谁你们都知道 我们是被占领者 我以前有跟你们上过课 占领者不管你占多久 你生了后代在这个地方 你都是占领者 对不对 你不会生出个被占领者出来 占领者一定不属于这块土地 他原本不是这块土地的人 叫做占领者 你如果本来这个土地 你就叫做被占领者 你就是被占领者 没错吧 我们先从基本的逻辑离清去 那你本来是被占领者 你不会变成占领者 对不对 你懂吗 因为你是被占领 你的后代也是被占领者 对不对 那你们都是被占领者的后代 所以我们都是被占领者 对不对 那你这样厘清了 台湾这块土地上只有占领者 那占领者就是现在 中国来的这一团人 被占领者有什么兴趣 待会我们讨论 先讲这个基本 那他要占可以占多久 一等这么多久 在国际法院没有规定时间 他可以99年到90年 无限期给你占领 占领虽然不移转主权 但占领多久没有人规定 没有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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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自己的慈悲到什么程度 mercy到什么 美国占 关大纳摩 关岛什么地方 都一直占下去 古巴的关大纳摩 有在想要还吗 没有 来 下一步 占领可以占多久 不知道 没有规定 但是代理占领 现在就有一个名词跑出来 代理占领要占多久 就有意思了 来 我们待会再讨论代理占领者 像这个 给你们看 我们是被占领者 那这个人叫做占领者 OK 那占领者 我们不要用占领者的思考去想事情 所以 你不会了解他在做什么 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们教就是 什么是占领者要的东西 当你知道要要什么 你才可以跟他讨价还价 不是吗 你是被欺负的 人家比较强大 你要知道他要什么 你才可以跟他 有点占领 懂吗 你拍的时候我都给你了 你把我捞这个捞这个好吗 可以讨价还价 对不对 来 他要什么 他要土地 从古到经 占领者只有大国没有小国 对吧 英国是小国后来变大国 就变帝国 那为什么 大国想一直占领下去 这个问题你们答不出来 就好像大公司为什么要越来越大一样 鸿海 什么ATMT 为什么越来越大 任何东西越大的时候 它就占尽便宜 占尽好处 对不对 市场都是你的 通吃 垄断 对不对 垄断的人一定有好处的 是这样最好处的国家 最大的国家 一定拿到最多的好处 没错吧 资源都是他的 他人民最快乐 走出去都有风 小国家到去哪里都去乎 对不对 这不行那不行 对不对 不承认你那个 出了事情 你看到处流浪 这就是被占领者 那他们要的 那占领者要什么 下面跟你们讲 占领者要的是土地 资源 人民 说我不好意思 人民 他要选你太厚了 不 他不是叫你做他的人民 他不是要跟你做这种努力 是不是 我跟你帮忙 我要做你的路 替我做事情 时间到处处处处处处 要不要钱 我多个人要做什么 我不缺人 再来一个 资源 你要要你所有天然资源 什么 因为他占领了什么地方 他有军事 比如说关大纳摩湾站了以后 什么 可以控制整个古巴 控制古巴 等于控制中南美 控制中南美 等于美国的 中南美这个通道 巴拿马这些全部是很顺畅 不会被人家欺负 要不然人家把那个 巴拿马的通道一关起来 美国货物往哪里运 是不是 中南美 是不是 所以美国他要照顾 要照顾什么 上下左右都要照顾 太平也要照顾 美洲部分也要照顾 对不对 什么地方他都要照顾 这就是大国要做的事情 让自己的安全 势力范围全部都 这就是占领者要做的事情 就大国帝国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你要先了解帝国在做什么 那 占领的话他希望占多久 我会说 小蚊子 这个乡下的地方蚊子很多 小蟲 不是蚊子 这样越久越好 对不对 我好不容易 花那些钱 我给你打败 我死了多少人 我当然要把它回本 不光是回本 我还要赚东西 不然我根本就没收台 他要想办法吃越多越久越好 所以他能想办法 在不违反 一些他的原则的底下 他会尽量吃你 那这个原则是什么 就是国际法 战争法 在国际上 大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对于占领地区 大家会遵守 比如说 你不可以改变当地人民的 语言 你不可以改变当地人民的人口结构 你不可以改变当地 原有的 excuse me 原有的什么 政治制度 那包括主权的一部分 他也是主权一部分 说到这些 因为你如果做这件事情 会有一个新的名词跑出来 叫做 种族灭绝 这个是属于人权的范围 最近 中国的几个高官 被西班牙地方网络告 说你做了种族灭绝的行为 全欧洲要通缉 如果你跑到那边 他会跟你把你抓起来 什么叫种族灭绝 刚才说的 在我初级班有这一堂课 我今天不想多数 最近是不是有一个 国家的总统退下来之后 也被抓去 以种族灭绝的罪行 中国做什么 种族灭绝你知道吗 他大量人口进入西藏 是不是 改变人家的宗教 改变人家的习惯 大量中国跟他混 混到以后西藏都没有 是不是 所以西藏达赖喇怎么样 带着一群人跑到哪里 印度北部德兰沙拉 跑到那边做什么 留种 留他的人种 我以前说中国人很狡小 一方面保护熊猫 对不对 他怕熊猫不见了 所以用全国的力量到处 配种熊猫让他越来越多 可是你为什么对人这样子 你是不是伪善了 两套标准 对动物是一套标准 对人是另外一套标准 他要把西藏灭掉 这样比较好管 要不然你这群西藏人都不听话 明明是我中国的一部分 一直要搞独立 是不是 可是 你要做这件事情 不可以把人家给灭掉 你要用各种方法 让他愿意跟你在一起 人家就是不要跟你在一起 怎么办 对不对 你要嘛用保留区 要不然用自治区 用各种方法 可是你就不可以把人家人种给灭掉 那是违反天道的事情 把一个人种灭掉是违反天道 我跟你讲 台湾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我们被战败 这个先讲这件事情 占领者跟被占领 其中一个他要管理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 以占领者的姿态 他希望用最少的力气最好 对不对 我买一间公司 acquire acquisition acquire一个新的公司之后 我再大一个地方 我要进行的钱下去 那我 傻瓜 对不对 我希望 我的最佳原则 就是我用最少的钱 来 那边是什么事情 要赶快处理 来 尽快做 哇 今天人数增加这么多 来 赶快 来 没关系 我等你们一下 没关系 尽快就做 也不简单 你们下雨天天气又要冷 又赶到这个地方来 你从那 那是哪一周的 台北周 台北周 好 那我继续讲 那你回去可以补一下 上网看一下我之前讲的 我现在讲到这边 管理力气越越少越好 我买一家公司 我就开 多钱下去 不划算 所以占领者 站到一个土地的时候 他希望用最少的力气 去管理这块土地 他在罗马帝国 治理那地方 都是这样 以遗之遗 用你的人管你的人 这样时间把你抽水就好 跟英国管香港一样 用你们的人管你们的人 最后我要的是什么 是钱 是资源 我甚至于都懒得派人去管你 我只要派一两个人在那边 就像美国派一个小小的单位 管台湾一样 叫AIT 对不对 他不想花太多人 连部队也不可能替你打仗 让你自己去Defense Yourself 但这都违反战争法 我刚才跟你讲 在不影响战争法的 不违反战争法的原则底下 你可以尽量找代理者 代理者也要遵守这个法律 所以现在来 这是代理占领者 他就出现 就叫Agent Agent就是代理者 代理者 做一件事情 不透过自己直接去管理 透过一个Agent 叫Agency Law of Agency 所以这中华民国叫做代理占领者 这里有AIT来管他 中华民国刚出来的时候 到后来他来就是流亡政府 他已经不是一个国家 因为他已经离开他本来的身体 他当初来占领的时候 中华民国还在 对不对 他当初来的时候 中华民国派一个军队来台湾 来占领美国打赢的地方 因为他是盟军 麦克萨第一号命令 叫他来代理他 接受投降 对不对 所以他来占领 中国军进来占领的时候 他在做什么事情 他也按照战争法 要设立两个单位 什么单位 军政府跟民政府 他都有照做 他的军政府就是警备总司令部 他的民政府是什么 警备总司令部 现在改成海巡署 那民政府的部分 就是行政长官公署 接下去换成省政府 其实换名字 但是不改变他原来的性质 他有照规定来 可是现在我们是谁 但是台湾民进去 我们也是民政府 但是我们这民政府不一样 我们是美国这个占领者的民政府 这样会看吗 他们是代理者的民政府 我们是占领者 本尊的代理者 直接美国军政府 狭下的台湾民政府 不同系统 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跟他们 有任何的联络 不需要 我们上面要负责的对象不一样 我们不完全不需要 跟现在既有的政府 做任何的冲突 也不需要跟他讲话 根本不需要 我们只是代表占领者 就是美国军人 我们刚才看到ID卡 有没有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这个名字一发出来就不得了了 所以去年我们在游行的时候 发言人不是讲了吗 旧金山合约 今日金仍然有效 对不对 美国是这块土地的 主要占领全国 没有错吧 那这个 就是你的Legal Status 你在法律上的名词跟定位 当你把你的名字 你碰到任何人 你都要问他去 identify yourself 你是谁 你一定告诉他 我是什么名字 我是什么职称 我是什么位置 我是谁 我要告诉你 对不对 那我们民政府出来 我要告诉你我是谁 台湾 澎湖 诸岛 美国民政府 所以在游行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名字讲出来 我们已经identify ourselves 我们已经在台湾这块土地 把我们自己给identify出来了 所以他们会吓一跳 是有没有想办法不讲我们的消息 不能处理 但是当做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identify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那时候不是在游行抗议 你弄错了 我们在宣告台湾人 所以我们态度不一样 不是我们要看 过去的游行都是 政府哪里不对啊 你要去盖啊 有没有 要抗议我要抗议 没有我们不是在抗议 我们在宣告 Decoration 告诉台湾人 台湾民政府已经成立了 现在在台湾喔 你如果是本土台的人 赶快选上去 赶快加入我们 不要再继续再 那句 那个字是法院给我们 它叫做政治炼狱 什么叫政治炼狱 首先你都要知道这个名词 你们知道什么叫政治炼狱吗 美国法院的法官说 台湾人还生活在政治炼狱底下 你知道什么叫政治炼狱吗 两个字 政治你知道吗 假装你知道了 炼狱你知不知道 就是很恐怖 不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英文叫Pertigory Pertigory这个字 是天主教里面用的名词 现在知道 我慢慢介绍给你听 什么叫Pertigory 它用那个字就恰到好处 很有意思喔 它不用Hell 它不用地狱 它用Pertigory 叫做炼狱 炼狱跟地狱是不一样喔 炼狱是天堂上不去 地狱下不去的地方喔 叫炼狱喔 比地狱恐怖 比地狱恐怖 没有地狱比较恐怖 炼狱是什么 你们要分清楚啊 要不然人家就算 给你一个名词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台湾人还不觉得在炼狱喔 他说我现在是这鬼好色好色 有钱人要坦 有钱人要坦 可以教啊 可以选举 选我们自己的人啊 胡说八道 在美国法官的眼里 看得很清楚 你这就要政治炼狱 为什么 人家在玩你啊 中华民国在流亡政府 在玩你啊 透过这个假的民主 假的选举过程 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化 他想把这颗土地吃下来啦 因为没有任何条约给他嘛 他想以什么 以de facto 就是事实上占领 要进一步变成dejure 在法律上也是合理化 不可能的 你放心好了 我现在拉回来 什么叫做政治炼狱 我刚才讲天堂上去地狱下不去 炼狱这个东西在天主教的概念里面 就是已经 以后 已经被上帝的恩典 接受的人了 以后会上天堂 可是你现在还不够格 所以他就到一个地方给你炼了 炼了 炼了有一天你够格 还是要让你上去 但是这些人确定不会下地狱 你知道吗 换作台湾人 台湾人确定不会下地狱 但是现在不够格 所以把你炼炼炼到有够假 让你上天堂了 现在知道吗 这样讲了以后 大家有没有觉得快乐一点 你如果继续去投票 你就继续在政治炼狱里面炼了 炼到有一天你穿起来 不去投票为止 为什么台湾这块土地不能投票 因为这两个 对 你讲得很好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不能混在一起 那不叫民主 现在的中华民国都很喜欢讲 民主是我们最大的资本 我们要保护这个 蔡文上来也说 我们要维护这个民主 笑死人的民主 为什么要笑死人 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影星说 台湾的选举是笑话 被我们罵得要死 我不讲他民主 我不替他做广告 台湾某种程度上讲一个事实 台湾这块土地上两种人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利益本身就是冲突 怎么个选举法 所谓的民主国家有一个前提 你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对不对 透过民主的程式 情绪 不 程序 我说什么 中文跟台伎南之后 程序 程序 选出 来管理自己的人 你自己人选自己人 但是你现在不是 一个人选自己人 想办法把你吃肉 喝你的火的人 你跟他做一个投票 就好像说 台湾人跟所有中国人 一起投票 决定台湾人的前途一样 是不是很好笑 同样台湾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揽着会做选举也是很好笑 然后被占领者 有一天被选上 变成占领者 那更好笑 我刚才跟你讲 占领者的后代 还是占领者 被占领的后代 还是被占领者 你不会有一天 查起来 还是经过选举过程 你变成占领者 现在蔡英文就是占领者 她身份变成占领者 不是吗 是 对 她现在变成占领者 我们现在过来就是占领者 所以蔡英文要承接吗 民进党这些人要想清楚 你号称是台湾人 但是你现在做占领者 要想清楚 如果想清楚 赶快来 对不对 还在那里抹什么 看你要抹多久 现在时间抹来抹白金 我现在就看我们这边人数 有没有倒满 我看以后要爆满 原因是什么 这个法理这么清楚 大家看不见 只有几个 没有其他话好讲 我们已经把法理讲得一清二楚 来 回到这边 但离占领者 有没有规定她什么时候要离开 没有 虽然没有 但是我跟你说 有几个条件她会离开 占领者叫她走她就走了 对不对 没错吧 她一定听占领者的 她不可以让弟弟来说 我就是要继续走下去 没有啊 占领者不让你做 你就是结束 所以每一年 他们选了总统 就要到美国去报道 继续让我当占领者 我帮你代理 我时间到会乖乖的跟你买武器 会交钱给你 对不对 我会把这地方弄得 好像一个假民主 我会当一个R 来骗中国 让中国也变成民主国家 像阿拉伯之村一样 对不对 你们听我的东西 要前后连贯 好啦 没关系 这个代理占领者 还有一个情况 会被换掉 就有时间时效性 为什么 当这个代理占领者 胡作非为的时候 偷拿占领者的资源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好像你请了一个管家 管家偷偷把你家的钱拿掉一样 是不是 那这管家我已经换掉了 你请一个经历 经历给你监守之道 你贪的钱都不知道怎么办 是不是要换掉 当然要换掉啊 没错吧 还有一个呢 这个代理占领者 把他软出走 到处去欺负旁边的邻居 我是不是要把你换掉 影响我的reputation 我的名誉受损 你代理我是 You represent me 你代表我在那边做事情 可是你徒作非为的时候 我的名誉受损 我当然要把你换掉 什么样的事情 违反战争法的事啊 违反战争法的事 都是违反他 美国的名誉的事 美国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 那美国又会把他换掉 第二个 所以我们可以去法院 告美国这种事情 还有一个什么 你吃碗来 小碗 小碗 上面有跟人家说的 吃碗来小碗 你吃里扒外啊 现在中华民国就是吃里扒外啊 你买我的武器 把我直接送到中国去 你什么东西 搞什么东西啊 我今天卖你的东西 明天所有的菜单 全部跑到中国去 他们那边的 所以他们的 中华民国的高官就会讲什么 国军 共军 都是中国军 对不对 他讲这个话 是完全是 发誓他一心 诚恳的肺腑之言 真的有点 是不是 所以他的阿帕西里面 美国就做特别的仪表办给他 假的嘛 你去call也没有用 是不是 你们好像都没有update 这个最新的资料 你知道吗 我就当做你们都知道最新的新闻 来到民生活之后 除了你眼界要开 看得懂政治 会分析 对不对 因为我们已经给你一个很好的工具 你看看西里面 现在要把你玩的都 没办法再骗下去了 我以前看 我很喜欢看自由时报之前 后来不看 我现在不是替那个报纸大广告 后面是玲瓏山 原来是国民党的高官 原来以前他 选举里面怎么样 你上网去查都有 像网路上清清楚楚 这是题外话 拉回这个 代理占领者做了一些事情之后 占领者会把它换掉 我刚才讲的那几个条件 现在中华民国 每一件都符合 每一件 以前 以前只有一件的话 他还忍耐让你继续下去 蒋介石那时候 那是哪一个总统 骂他是 蒋家一家都是贼 谁 是罗斯福吗 不是 他说一家都贼 因为他本来 他的那个基金 是要给建设台湾的 他把它拿去挪用 这不是 这是美国总统自己讲的 杜鲁门 杜鲁门 应该是杜鲁门讲的 对 好了 那这个代理占领者 我刚才讲 你跟他买武器 他把你流露出去 他包括现在所有的动作 政治动作 都在批中国做球 你根本就是中国人 过去美国和中国是什么 咱们是盟友 同盟国 现在比怎样 不要讲假想敌 就是敌人 表面上打北韩 其实布局亚洲 是不是 看这个机会 两个航空母舰的那个集团 就进来了 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来 是给你下你的 两艘是备战状态 三套就是开打 两艘就是即将战争的前夕 不然不会花那么多人力资源 再投资 我跟你讲 你造型力也知道 你不会在没有确定会赢 或者开始要打之前 你不会没事把 你的兵到处乱摆 而且后面要这么多补给 听说最近连野战医院都设在寮国 寮国 寮国 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一个统领的统帅 派到那边去 那什么意思 你们男生当过兵 我们调动军队 一定要补给也有 后勤资源 各方面都要到位 对不对 包括跟日本的结盟 从去年开始 所以我刚才课的一开始 就一直跟你讲 美国阵营都是一步一步 十年计划 二十年计划 老早的计划好了 我们现在民政府也是他的一步棋 也只走到这一步 让台湾人看 台湾人看没什么 没办法 来 再来 那我们怎么跟他阿勇 我们真的透过这个东西 唯一的只有一个 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 就是美国你说的 西拉伯讲什么 以后所有 有关领土的争议 男孩的问题 又透过国际法来解决 对吧 美国你的宪法里面 讲国际法 战争法 是你们尊重的 尊重的位阶是跟宪法 是等同一个level 是这样 美国你说的 老大哥 你說的 我把你畫當畫 那我們就來到國際法裡面 來討論台灣到底是誰的 所以我們透過在法院訴訟的結果 成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承認台灣這塊土地 還是美國在佔領中 如果承認的話 你就要對這個土地負責 你不可以叫我去當兵 你不可以對我抽稅 不可以抽稅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語言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國籍 你不可以去拿中華民國 民國政府的身份證 護照 這些全部 每一行都做得到 包括我們剛才講 那形同是美國容許這個代理者 在台灣執行種族滅絕的動作 他把教育都改了 把我們的認同都亂了 語言也改了 很貼貼的 現在他們的文化部署 所有在做都是同樣一件事情 改變台灣人的認同 像中國人 你看電台每一次打開 都有一個中文翻譯 連英文都讓你搞不清楚 要透過中文來認識 所以我跟你講在座各位 趕快學日文跟英文 你上網你只會打中文去Google 那是什麼結果 當然都是中國人的世界 你看的文章你只要打日本兩個字 Google一下看看 哪一篇是在讚美日本的 沒有啊 都是負面新聞嘛 因為你看的是中文世界嘛 你要打日記的還是英文的 日本 結果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樣 你打新聞 日本 那就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不是嗎 你已經被鎖在語言裡面了 語言就是你被鎖定的 我們現在年輕人感到北京話 其他語言都不會啦 英文也爛透 他本來就不想把你教好 同樣學英文學那麼多年 馬來西亞 印尼 新加坡的人都學得比我們好 日本另外 其他國家都學語言比我們快 想說 你有中國人教我們英文 用中文教英文 不會很糟糕 所以你的英文都是Chinese English 你沒辦法用英文去思考 你知道語言也是一個思考系統嗎 它不光是溝通 它也是本身就是一個思考系統 所以最後我要講 你只能透過法理跟它argue 黑卷出問題的時候該怎麼辦 很簡單 換掉啊 換掉啊 replace啊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是最好的solution 美國人你不是講過一句話嗎 我剛才忘了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代理者剛才做的那三樣 還很夭壽的對不對 還很夭壽 我還沒說 你們都想不出來 這個代理佔領者號稱他自己 有國防部開始徵兵對不對 他徵所有台灣人去當兵不對對不對 我跟你講他還徵美國人去當兵 是不是 你拿美國護照來台灣 是不是要去當中華民國兵 這就嚴重了 美國 你拜託 你國會議員派一個專案小組 來研究這件事情好不好 到底有多少拿美國護照的美國人 效忠中華民國的這個 留防政府的軍隊 查一下嘛 從過去這幾年裡面 很簡單你到AIT的網站去看 他是不是建議美國公民 遵照台灣的徵兵的法令 軍事的徵兵這個動作 是由主權國家才能執行的 你美國都不承認他 你為什麼要你的美國公民去做那個兵 美國人要當兵 要當也是當美國兵 怎麼會跑去當留防政府的兵 可能要做一個研究 到底過去 這裡面的當兵還不是後來去拿美國護照的 包括在美國出生的美國人來到台灣 如果他父母進台灣 他回到台灣 他要去當中華民國兵 帶領佔領者當兵 亂成這個樣子 美國USMG應該要處理這些事情 對不對 美國一定要來處理這些事情 當然這是人家小孩子不干我們的事 但是我們看在眼裡 也會指出來對不對 我們雖然受虐待的同時就 奇怪 你佔領者自己的小孩子也送去當兵 那是什麼回事 他們都亂了 所以我們也就亂了 你知道嗎 回到這個最嚴重的問題 我講到最後 就是這個 部落戰爭 當我們被佔領者的身份 認識我們自己已經站出來的時候 你才可能真正為這塊土地在做什麼事情 當你不知道你是誰的時候 你不叫為誰而戰 就是一群民進黨的人一樣 你為誰而戰 中華民國嗎 你又拿不掉 你還不如搞清楚自己是誰 你才會為誰而戰 你先搞清楚他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是被佔領敵區的百姓 你才知道 怎麼為你自己謀福利 否則你做的事情都是錯的 都是共犯的 對不對 想進聯合國就是錯的事情 我們不是這種身份的人 你要幹嘛 你要幫中華民國背書 法國一定人都是 所以回到我要講說這是部落戰爭 為什麼要講部落戰爭 就是要跟台灣人哭作為 我們這個部落裡面的人被人家騙了 當戰爭開始的時候 他替敵人再打仗 在替要把這部落消滅掉的人打仗 所以我們在這邊上課 就是把從我們這部落走出去的人 叫作回來 我們現在要接受 叫作到底 那怎麼叫到底 先identify yourself 先把你的身份確認 怎麼確認 辦身份證 你的阿公阿嬤阿祖爸爸媽媽 是不是大日本帝國 那時候戶籍藤本上面記載有他們的名字 你就是被佔領地的百姓的後代 你也是被佔領者 我們就站在一起 為了守護台灣這塊土地的 被佔領者的後代可以延續 不會被消滅 我們一起用法律來守護它 是這樣啦 是這樣我們才今天在這邊成立台灣民政 想辦法不怕浪費口水 每個禮拜每週末都來上課 在這邊網路上這麼多年沒有停過 真的是 然後現在來回到 以前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部落戰爭 包括現在 你在中東看的 我剛才前面講中東 都是部落戰爭 台灣這塊土地的解釋權 過去都被誤導 所以我們的人民都混淆了 包括那些什麼學運的學生 都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他們都是沒有頭的人 他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即使讓他去訴求 他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 因為他沒有完整的史觀 跟法律的觀念 所以台灣民政政府揣 我們抓到兩個重要的主軸 一個台灣人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定義的清清楚楚 我幫你追到四萬年前對不對 四萬年前我們就租土地 到今天為止 那就是你們身上的血 決定你是什麼人 Truth and Facts 我們是背誦 不是透過文獻 文獻可以編的 大清帝國為了統治你 他搞一些文獻 可以搞一些家譜 但是Dr. Spencer就是這個計劃 Human Migration Map的計劃主持人 叫Dr. Spencer 講得很簡單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載我們的血液裡面 無知條on pen 科學證據 他已經告訴你 你台灣人是什麼人 那你現在知道 你應該為誰奮鬥 對吧 那就是Truth and Facts About your Ethical Identity 這是一個 另外就是 至於你是國籍 我沒有在懷疑你是台灣人 你說我台灣人 沒有錯 你只要不是新台灣人都可以 你是台灣人 下一步 你是哪一國的人 你講不出來 台灣是個地區 是個地區的名詞 不是一個國家的名詞 不是一個國家的名詞 國籍你要講清楚 要透過什麼 法理 你北部是什麼人 所以你當然是日本人 我父母親到日本 我生下來會生出中國人 很奇怪 除了像美國這種 我可以生下美國人 為什麼在那邊出生的人 美國是屬地主義 可是台灣不是 我們是屬人主義 你父母親要什麼人才 我們跟日本一樣 所以我們這兩個 有關於台灣主軸的論述 已經很清楚了 當你把正確資料講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反駁的時候 就是他們要來面對這個事實的真相 因義已經被我們定義的很大 這是我們的歷史史觀 四萬年前 然後後來幾世紀的時候 大都亡國出來 接下去各個地方的殖民者進來 佔領台灣 對不對 十三十四季 葡萄牙人來 還是日本人來 葡萄牙人 給我們去的名字 FOMOSA 對不對 之後大日本帝國 在打敗所有其他的殖民者之後 他最大 但是這次他不是當殖民者 他要跟你結婚 對不對 我那時候講殖民者對 被指令地的人的態度 就好像男生對女生有心虛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不想負責任一樣 等於你老了就把你丟掉 所有佔領者對被佔領敵都這樣 但是你如果成為他的領土的時候 你就變成他的臣民 他要保護你 所以大日本帝國就做黃明化的動作 就是建設台灣 對男生追女生一樣 送你花 請你吃好吃的 裝得 把你打扮得很漂亮 取進來 從此以後我們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所以我們已經變成已婚的人了 台灣已經是由所屬的 這叫做Permanent Change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所以從此以後台灣是大日本帝國 這主權沒有改變 統治治理權可以都換人 比如說你戰敗被人家統治 但是你的這個identity沒有改掉 這是True Identity 所以國籍是大日本帝國 人是台灣人的人種 我們只要所謂地位正常化 我們只要所謂地位正常化 就是把這個事實講出來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我們變的事情 走到世界各地都沒有辦法 現在只是因為這個大清系統 中國療養系統 自己改的 現在願意接受就是法教一定 叫做愚虐 在過去的系統裡面得到好處 不願意更改的叫愚虐 我們就是日本人的辛苦 支那老就是外面那頂人 去用洗腦 現在用外套回來而已 以後再講這個有點複雜 這是海伊娜 海伊娜是講什麼 下次再講好了 今天時間不夠 來 整個系統很簡單的解釋給你聽 這是美國國防部長 這是中國的國防部長 我們現在在講的就是在這個 真正的事實 這是事實上面所建構的其他的法律 OK 真正的事實是這個 occupier 我們是美國佔領的occupied people 是日本人 然後我們的身份是subject 就是成名 英文叫subject of Japan Emperor 日本天皇的成名 跟他的後代 但是為什麼是他 因為他有來一個agent 叫做China 他的CMG跟CCG Chinese Military Government 跟Chinese Civil Government 來這邊佔領 那現在就離開 我們要回到USNG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那他是根據什麼 Law of War 國際法跟戰爭法 這一層才是我們要回到的 那上面疊床架屋搞的那些 都是政治 我再跟你講 政治是要把事情模糊化 法律是要把事情澄清 再說一次 政治是要模糊事情 為什麼 他這樣才可以上下其手 獲取不同地方的利益 法律就會把它澄清 釐清很多事情 就沒辦法讓你再亂說 中華民國各社公義 請到法院去解釋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告了中華民國 已經在美國法院 首先 能夠在美國法院告中華民國 是不是很奇怪 你如果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比如說我跟你有問題 我跟一本有問題 我會告到美國法院 不對吧 你懂我意思嗎 我跟你吵架 要嘛告聯合國 國跟國之間有爭執告聯合國 要不然我就在你的系統底下告你 那我為什麼到美國可以告 而且告會聲 你這個系統是under他的系統底下 以前台灣人都不知道 在他裡面在那邊抗議 抗爭都沒有用 直到我們真的到美國法院告 他受理 這個事情本身就是表示 中華民國是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美國法院下所俠的地區 他才會收你的案子 中國跟日本吵架告到美國法院 美國法院會受理 莫名其妙 這叫國際法庭 OK 不是我們美國法律 全世界沒有台灣關係法 沒有台灣關係法 有沒有中國設一個台灣關係法 日本設一個台灣關係法 沒有啊 只有美國敢設這個 對有關於任何過去 跟台灣地位有關的任何事情 到最後誰說都算 美國說都算 美國說台灣地位未定 有沒有其他國家敢說 沒有啊 包括那個什麼英國人 跑到英國那個臨時去寫說 希望他承認台灣 英國人回答也是這個啊 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不過他跟他閃爭內 跟跟台灣有關係就是美國 因為他是主要佔領美國 他說了算 他就是我們的主權 他說什麼說了算 然後這上面他放了一個叫做台灣Authority 在中華民國 中國那部分滅亡之後 這個在這群的人要怎麼辦 送回去嗎 所以他給他另一個工作 就是在這邊當Agent 叫台灣Authority 他是根據什麼 根據美國的國內法 他一個叫什麼 台灣Relation Act 那這個地方的話 他是根據什麼 美國國會通過的法令 當然只能管他們國內 你懂我意思嗎 負責外交是總統出去遞結嘛 對吧 美國國內照美國國會 日本的國會 可不可以規定法律 叫日本人去遵守 沒有吧 不對吧 那台灣關係法 為什麼是美國的國內法 來規範台灣關係法 在台灣的事情 表示你是在他的國內法所管的嗎 他根據什麼 我們辨認他國內法 根據這個 因為在台灣關係法底下 在佔領底下 我們可以是什麼 你知道 被佔領地區的人民可以是 美國國民 你只要被佔領的地方 你就按照美國的國內法律來處理你 我們可以叫National 但是我們不是他的citizen 我們不是他的公民 我們不能選舉 但是我們是被他佔領地 像波多黎哥一樣 他也是美國的National 不是他的citizen 身分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知道嗎 那這個台灣關係法 就規範所謂的US citizen 他就是People of Taiwan People of Taiwan包括兩個 People on Taiwan 跟People of Taiwan 對不對 他的韓國外範圍是兩種人 一個人 叫做US National 然後在這個台灣關係法上面 他在建構另外一個系統 這是由這個authority自己去編一套故事來 因為這是一個虛假 美國不承認的故事 所以在美國的眼中裡面沒有中華民國 可是他以後要說 也沒有國防部 所以你現在 憲兵也被抓對不對 被誰抓 檢察官抓 你有沒有覺得很好笑 憲兵被檢察官抓 那你還是兵嗎 當然不是啊 你聽得懂嗎 憲兵 軍人不會被檢察官抓 除非你不是兵 因為軍人有軍法可以審判他 對不對 軍人有軍人的法律去管軍人 因為軍人的行為跟他的 比如說軍人殺人可以不用啊 他如果殺敵人OK啊 你懂嗎 只要有軍法的地方表示這裡就是軍事占領 是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military government 軍法有軍法的標準 民法 因為本質不同 所以規範的法律的內容也不同 如果把軍法裁冊 軍法局裁冊 現在都沒有軍法囉 表示就是沒有軍人的意思 那你為什麼 所以現在不能再穿軍服啦 你穿軍服就很奇怪囉 那是什麼衣服 細服 不叫細服不叫軍服 你去給你看 在家裡面穿龍袍一樣的意思 對啊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說 假如我是真的 RSE nation RSE constitution 都不存在 因為憲法不可以執行在他的國家 以外範圍 日本憲法 不會實行在美國 美國憲法 不會實行在歐洲 中國的法律 中國成立的憲法 也不會實行在台灣 因為不是他的領土 如果是的話 請第一件事情 國民大會 要開個會 把台灣這塊土地 納入中國的領土 變成那一部分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也不敢這樣做 也做不到 就是這樣子 來 反正法 這個是我過去啦 就是說你要證明 因為台灣人 是需要這樣震來震去的 光講他自己不能連起來 所以一樣一樣講 比如說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 到美國面試 要美國賀電才能就職 原誕雙向元升旗 被美國國務院連番打槍三次 公開 說你升什麼旗 我跟你沒有邦交 ROC是什麼東西 你升什麼旗 他們軍人還偷偷穿便服 進到裡面換軍服 然後一起在那邊升旗 馬上就被打槍 你們上網查都有 進入美國境的時候 入境卡上不能填ROC 只能填台灣 好 待會你聽看 你現在去美國聽 ROC中華民國填填看 看民進軍官 馬上請你到旁邊去講話 是啊 美國根本不承認這個 聯合國也是 然後中華民國說 蘋果日報不是為了這個記者 來跑去 因為他說網路上盛傳 就是我們在講的 他要去證實 所以他記者就跑去聯合國 真的拿這個堵下去 警衛退回來 他說沒有啊 根本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老早就不承認這個東西 記者說幾年前還是 沒有錯 幾年前真的是可以拿那個進去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告他 我們一告進入法律程序之後 你就不敢再做違法事件 美國人是這樣子 你連你自己都不知道 法律是什麼時候 他會把你欺負 但是台灣人如果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的時候 你按照法律來的時候 美國不敢亂來 這是唯一保護我們的方法 你就要拜法律 法律搞不清楚 你只會被欺負 這個社會是不是這樣子 懂得多的人欺負懂得少的人 懂得法律的人欺負不懂法律的人 都是這樣子不是嗎 所以大家都很怕律師 因為律師都懂法律 我們只能用錢去給他欺負 看他會幫你訴訟對不對 律師就是懂法之人 那這社會上就是 知識比較多人欺負 知識比較少的人 你不可以用錢去給他欺負 做的工作就比較下 只能人家命令你 你不能命令人家 只會你聽人家的話 不是人家聽你的話 但是你來這邊 當民政委官員 就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今天在這個地步 是人家刻意打壓台灣人 你才有今天這麼Lowcar的位置 要不然以你們現在的水準 對於政治判斷力這麼清楚 經過我們訓練之後 老早就在他們上面了 我們是欺負財 過去沒有人幫人教 現在跟你講你罵了 是不是 他為什麼要跟你教 怕說你犯嘛 怕說你站在他頭前 怕說你根本就沒有資格在那邊管我們 滾開對不對 占領軍要直接進來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違法 再來 中華民國想登南海宣誓太平洋主權 現在他說他上海島去宣誓 已經不敢亂講了 他只說這是個島不是個礁 莫名其妙 你後天說太平洋是中華民國 再講一次 看美國會不會出來打槍 你說主權 太平洋就是屬於中華民國 你再說沒有人理你 連法院都不想傳你 對不對 防空識別區也不是中華民國 國防部可以管的 台灣這塊土地的上空 不是中華民國在管的 你知道嗎 美國在管的 中華民國不得加入任何一國家 會員與條件的國際組織 好啦 這都講得差不多了 你們怎麼樣 這個就是 當中華民國想要像真的 以為自己是主權獨立國家的時候 企圖心思主權的時候 就要產生矛盾的結果 通常 人家在黑白說話的時候 你不用改變了 你只要按照他的邏輯 繼續延伸下去 比如說小朋友告訴我 爸爸我是超人 我說真好超人 不會看看 對吧 超人 跳出去看看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去想像自己是誰 證明給我看 對不對 很簡單 中華民國你說是主權獨立國家 證明給我看 做一個像主權國家的事情 對不對 你挑戰他就好了 A certainty in all practice 當然這是我剛才講的 這個土地上只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不會產生什麼 什麼叫軍事占領 Miditary occupation 就是在不侵犯戰敗的對方 實質主權的情況之下 暫時性的 有效性的控制對方領土 你知道嗎 不侵犯實質主權 Severity這個字我們都沒有清楚過 就是你對這個地方有絕對的ownership 就是主權的意思 ownership 我擁有這塊土地 但是現在可能是經歷你的管 我擁有這家公司 可能我被強盜制服了 暫時不能動 但是這個主權不會改 除非這個人 我被抓到那邊 把人說 嚇死了 這個土地還很老人 如果在這個情況沒發生之前 都不會 就算我說我單方面放棄 我不管 這土地還是我的 對不對 我不會踩 我不想繳稅了 國稅局找你 還是找你 因為這個土地的所有人 持有人主權 還是在你手中 Without the violation of the actual sovereignty OK Miditary occupation is distinguished from annexation 就是併吞 by its intemporary nature 就是暫時性的 control of a certain ruling power over territory which is not under the formal sovereignty of that entity OK Miditary occupation is effective provisional 是暫時性的 control of a certain ruling power over territory 所以我們要去做什麼 準備好 我這個時候要叫奧巴馬聽 你知道嗎 你宣誓保護美國人民 可是美國人民在台灣當兵 你知道嗎 我想說這個 回到這個 這個事情 這個model 我對人的描述的model 給你們台灣民政府高級班 你們以後要當官員 要管理一堆的人的時候 最好的 等於講 一個 一個藍圖 你首先要管人 你怎麼管人 我那時候問過 在座各位沒有人管 超過1000人以上的公司 上次有人舉的台商 他說我管超過1000人 我說很好 但是沒有到30萬人 為什麼要30萬 因為2400萬人我們6000人去管 平均一個人60萬 對不對 我一陣子給你們看 這麼多人 這是30萬而已 30萬 這個的兩倍要給你管 你怎麼管 所以我那時候問 當你當台灣民政府的官員的時候 人民最大對不對 對 對他給他手 你做台灣民進的官員 你阿伯要做台灣民進的議員之後 你覺得人民最大請給他手 沒有人敢舉手 你好像要舉手 是不是 你覺得人民最大 對吧 應該是 應該是 你這胡說八道 這個完蛋 你今天來做台灣民進的官員 是人民選你出來的嗎 是不是 對 這樣知道嗎 法理薪水是台灣人民給你薪水的嗎 你老闆嘛 你聽老闆嘛 你聽老闆嘛 你現在最大的聽老闆嘛 是不是 所以他 你聽到的話 你不會聽一般人民嘛 台灣人過幾個都在騙嘛 人民最大 60萬人最大 什麼叫做最大 你家什麼人最大 阿公阿嬤 還是你家孫 你家孫最大 怕他全部要吃冰淇淋 你會給他吃嗎 什麼叫最大 就是他說的話算 他可以決定很多事情 對不對 那叫最大 當60萬人決定事情 你要聽誰的 這個裡面每一個人都相 他的利益都相衝突喔 你要聽什麼 你說的 胡說八道 政治人物跟你騙就是這樣 人民最大 大家高興 投票投給他 到過後要什麼 他最大嘛 他最大嘛 拜訓你我最大 我說了算 我要聽誰的話是我的事 近日你說騙票啊 就是這樣 人民最大 聽得很爽 那個人在裡面不包括你 那個人民不包括你 那個人民包括他每一次去 送白包 紅包那個 他一定會選靠世來的嘛 哪輪得到你 你叫弱勢團體 你的意見不重要 你靠邊站 你排隊永遠排不到你 你的頭腦如果不清楚 你永遠就是這樣這樣 你只會被人家玩 是人家玩你 不是你玩人家 這就是民意代表 在這個系統裡面就這樣 所以老闆都進 醫會嘛 幫派都進醫會嘛 這群人裡面誰最大 就是會結成利益團體喔 利益團體喔 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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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麼多人裡面 這叫做叢林法則 你如果要玩人 所以民主制度是什麼 劣幣驅逐良幣的制度 對不對 是啊 多數人意見為意見 多數人大部分是不好好黏書的 多數人大部分是看 YouTube上面很蠢的影片的人 對法理他不會去看 當他做決定的時候 幫台灣做前途嗎 做決定嗎 很好笑喔 你這種想法不是只有你喔 人民最大不是只有你喔 這很厲害喔 包括我們現在的市長也是這樣耶 剛剛當市長的時候 我們把所有的案子都是公開招標 讓大家人民來投票做決定 是啊 等一下是 人家請你出來當是希望借用你的專才 你的專才 花比我更多的時間 我付你薪水幫我管理這個公司 還要我來投票那幹嘛 對不對 這個公司如果是說的人說了算 投票決定明天要聖誕什麼 大家投票決定 公司一個禮拜放假幾天 投票決定 薪水怕多少 投票決定 那公司一定倒的 是不是 所以民主制度是一個授權機制 而不是一個管理機制 搞清楚再講一次 民主機制是一個授權機制 不是一個管理機制 授權是什麼 把權力交出去 透過一個遊戲規則 把權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他有代表權來管理這家公司 但是他絕對不是管理機制 你一旦交出去你就不要再管了 如果交出去還要再管的話 就會亂掉 對不對 那你的授權機制是假的嗎 就像那一群人 什麼學運 招到立奧院給鬧 就表示我在授權機制之外 我還要形成一個新的制度 叫做誰敢鬧的大聲 你要聽我的 是不是就這個意思 你邏輯想清楚 那你就乾脆全部的遊戲規則 再推翻 我們再玩一次 當你有這麼多人的時候 一定是用Rule by Rules Rule by Rules 就是統治透過規則統治 透過Rules by rule 兩個字 一個是規則 一個是統治 透過遊戲規則來統治 大家要說好 說好以後就要遵守 比如說要讓你不爽那個人 你要透過你們當初遊戲規則 就是透過三分之二以上罷免彈劾 他就要下台 那你就按照這個遊戲規則走 你不能我再生一個新的一套系統 叫做人民如果上街的話 他就要下台 那這是什麼 就是亂民政治 又亂了 就亂了套 你知道嗎 所以很簡單 中華民國的系統 選舉你要不要去選舉 他的代表性降低 這個政府之人就結束了 你要去subsidize他 你要去投他票 所以他就人民的支持 來當作藉口跟美國要代理權 人民支持我 雖然不合法 可是 Too bad 大家都支持我 來 很簡單 在這群人裡面 他說 It's I want to be the boss I want to be the boss It's my turn to be the boss 每個人都想當老大 每個人都想當老大 每個人都老大 你要聽什麼 其實你們家小孩子最精的 爸爸媽媽都是 你可以操弄的對象 因為有兩個老大在一起的話 就讓老大吵架 他就可以得到好處 媽媽說的 爸爸就說 是嗎 我不是這樣 媽媽爸爸這樣說 你就可以中間獲利 來 就算是人民最大 來 舉個例子給你聽聽看 奶粉要漲價 古靈粉要起價 這次給你起20% 你是台灣民政府的議員 參議員、中議員 你要不要同意 不同意 我知道 你又是完蛋了 你考慮什麼 來我問你 你是經過什麼樣的考慮 你說不同意的 你說不同意的 輕佔到人民的什麼 輕佔到人民的什麼 花很多錢去買 花很多錢去買 那有什麼錯的呢 輕佔到什麼 它有權利 讓價錢不漲價嗎 自由市場 它起多高就是多高啊 我們醜油就是 不會那麼貴 你輕佔到人民什麼 人民本來就沒有權利 所以你都用價錢去 你知道 你的思考裡面 每一個思維要換掉 我請問你 奶粉就給你去那罐 要不然你不要買 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政府的手介入 那叫做 違反自由市場的規則 你要先問 為什麼漲價 這才是重點 如果它進來原物料漲40% 它給你漲20% 有什麼不對的 那你這樣怎麼當民意代表 你頭腦都不清楚 怎麼當民意代表 你不是來亂的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我不在說你個人 我現在說 我們的思考方式 我現在挑戰每一個人的思考方式 你要有足夠的 你在做決定 你要說出口那話的時候 你要先想過 不要 不要 不要這樣親自然 嘭 話就講出去 大人 我們有個年紀了 講話要思考一下 做點研究 回家 讀書 不念書 不要隨便發言 來 跟你分析 一般人民 我跟你講跟你一樣 其實我們都是一般人民 你沒辦法抱歉 我以前也是這樣 人民的考慮是什麼 節約審情 我要升級 跟你剛才說的一樣 再來 工作方便 我媽媽 我懶得餵母奶 小孩子 對不對 我用奶粉來取代 我上班的時候 不想趕回家餵奶 再來 個人方便 還有升級 很多考慮 這樣有沒有考慮很多 你是立法者 不是這樣 立法者要想什麼 醫學證實 五年份 絕對不能取代母奶 為什麼 你沒有抗體 你的抗體 是從媽媽的母奶裡面得到 媽媽產生抗體 傳給小孩子 牛奶裡面沒有人的抗體 就算牛有抗體 也延續 應用不到人的身上 所以小孩子沒有抗體 怎麼樣 自己去生病 小孩子自小孩 就發病得很大 你覺得他身體會健康嗎 他如果不健康 長大的過程 是不是經常去看病 經常去看病 是不是要付醫藥費 健保一直要給付 一直看到老成為社會的負擔 請問你奶粉一個人給省二十塊錢 結果之後的一輩子都在了解 都在看醫生 你對社會成本增加多少 你有算過嗎 沒有在考慮這種事情 事情不是說人太簡單 我不是說人 我們大家都是說人 這位先生其實蠻大方的 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覺得就是一樣 讓我們的思想得到挑戰 挑戰 來 再來 母奶的好處就是我剛才講的 兒童的免疫 對不對 你如果透過媽媽很快的獲得免疫系統 你身體健康長大也長得很好 還有健保的給付 我剛才也算了 這是很大一筆錢 一個破病人健保給付 父母親要一天到晚回家 帶他去看病 公司也是花錢 對不對 醫院去掛號也是花錢 醫院給付也是掛錢 那麼 國民整體的健康 你這一代的人大家都吃奶粉 看到什麼結果 對不對 世界的趨勢 現在世界都在往母奶這邊 是重要的 現在在研究在採 過去不知道 奶粉裡面只有讓小孩子吃得飽 沒有抗體的 把你餵飽腮飽東西給你不好 你說營養 你吃飽了 部分有限了 非常有限 可被吸收也是問題 對國外的依存度 你自己足夠 沒有足夠奶粉都是進口的 對吧 還有這個孩子 心理層次的研究報告 你餵母奶的時候 會跟小孩子有一個觸感 不是塑膠奶瓶 小孩子在口語區沒有滿足 沒有聞到媽媽 跟媽媽沒有互動 以後會產生親子關係的問題 口語區不滿足的人通常要補粉 你以後要補粉嗎 真的 我沒騙你 這個口語區滿足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跟母親的互動 那很重要 你不要太小看這個家庭 以後民眾人起來 真的會非常注重媽媽的 帶小孩子這件事情 不會犧牲掉這個家庭的這系統 媽媽的天生主要非常重要 那你有沒有考慮這麼多事情 這是立法者要考慮這麼多 考慮到世界區是國內的那種供需平衡 不是你單純說我會生錢 太天才了 太天真了 這樣子沒辦法當人民的代理 所以在座各位 除了我現在的課還有一段時間 短短的跟你們再介紹一個 你要當民政府官員一定要 說這樣 美國說要交給我們任務的時候 兩件事情 台灣民政府絕對不可以做 哪兩件 那是個人 台灣民政府的走向 我們要走路 兩條路不走 不能台獨 不能台獨 很好 後面知道不要講 我要問前面 你們那已經是資深的官員 能不能回答 不是不占中 不是不占中 那是香港人不占中 你在講什麼 什麼不占中 不能台獨 就是不能宣布台灣獨立 第二個是什麼 不能獨立 還有一個是什麼 不能走共產主義的路線 不能走到communism 好 那我問第二個 現在我要講 為什麼不能走共產主義 因為美國是資本主義 不是 在問這個之前 什麼叫共產主義 你先搞清楚 先有共產主義 才有資本主義 還有資本主義 才有共產主義 當然先用資本主義 產生很多弊端 所以人家 無產階級專政 替人民發聲 才會 對不對 共產主義再起來 馬克思 黑格爾 這些變政開始 才會有這個東西 那共產主義在講什麼 我們先了解 什麼叫資本主義 好不好 資本主義是什麼 什麼形成的 modeling 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的話 有三個層次 很簡單 我用很簡單的model 不是真的是完全的 經濟學的那種 但是 那來民進文觀念 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我只是讓你們很短時間 最簡單的方法有這個概念 第一層叫做什麼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6、17世紀的時候 人類從黑暗時期進入什麼 啟蒙時期 啟蒙時期 有很多修道院的修飾 以前做學問 當然有修道院的 他們去研究大自然 從裡面得到很多的 insight knowledge 知識 然後產生 第二層是technology 科技 第三層是market 市場 說這你們大家已經眼睛開始花了 簡單一點 你們哪有煙水嗎 你們家有燒開水嗎 有啊 錢在燒開水 滾千元 對不對 這個好幾千年人類歷史都是 贏滾水的千元 有什麼了不起的 人家就是了不起 用這個蒸氣發明蒸氣機 對不對 內燃機就是這個啊 因為蒸氣的expand of 氣體膨脹 推動一個輪軸 就帶動 所以叫做內燃機 combustion 蒸氣內燃機就出來了嘛 就推動工業隔離嘛 以前做一雙鞋子 一個人一天做一箱 現在一天一個人做一把箱 200雙對不對 因為透過機器嘛 英國最早開始有鐵路嘛 把火車弄上去嘛 就帶動整個經濟 以前都買車慢慢來 那現在因為有火車大量的運輸 需求就增加 是不是 好啦 第一層叫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再來 產生的科技 就是我剛才講的內燃機 就給人類power 能力 這個power就帶動製造很多產品 products 進入所謂的市場 到市場去賣啊 那市場的人 就得到好處啦 consumer 消費者拿到好處之後 賺很多錢 你設計一個money system 貨幣的系統 再把這賺出來的利潤 回饋來做 拿出2%到5%到10% 進入R&D 再設計新的東西 再產生新的科技 再進入市場 那就好像一個輪子 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這樣知道嗎 這如果在Dedicat 人類就有一個很好的result 它如果停滯不動 就完蛋了 這個輪子如果管太快 也完蛋 因為人類跟不上 所以按照他們的設計是說 這inflation 就是通貨膨脹2%到3% 是很適合世界整體經歷的發展 我不講太深 來回到這個簡單的 在在滾的過程裡面 因為過去現代主義 在Guy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好處產生 舉例來說 Ignorance was overcome 以前沒有手機之前 電話 手機揣回都不知道為什麼要用手機 我是經歷過不同時代的人 我是從以前那個Diatone 沒有 更早以前 我是從沒有電視的時候 是我小時候 沒有電視喔 台灣沒電視 你就知道我年紀多大 沒有電視的台灣 好啦 先不講這個 到後來有手機 手機那時候是黑金剛 後來又變成小了 有沒有 小了以後 我告訴你手機 手機變得很好 居然就變成智慧型手機 有沒有 智慧型手機 有沒有 智慧型手機 然後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不賣錢的人越來越少 不賣錢的人越來越少 不賣錢的 不賣錢越來越少 因為他都用手機 手機的話 你要會輸入 對不對 你就賣錢 對不對 阿公阿嬤的鄉下地方都會了 都會手機 對不對 還跟孫娜的那個視訊 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被迫要去學習很多文字 不會的輸入法也要會了 對不對 所以人類的歷史 這麼可怕 在短時間裡面 才擠一兩代的時間 就變得 文盲已經幾乎都消失掉了 因為拜科技所示 第二個 Disease was cured 過去黑死病 如果出生死幾百萬人 幾百萬人死掉 對不對 現在不會了 稍微那個病毒一出來 馬上那個醫院就說 哪一個國家去研發 實驗室研發出解決的方法 就消下來了 對吧 那我問你 你病會有疫苗產生 是突然之間 有這個病 我再來實驗室做疫苗嗎 來得及嗎 當然來不及啊 那要怎麼做 那怎麼準備 我跟你講 最近那個 不知道是哪一陣子病毒 在前一陣子 SARS之後的 那個病毒產生 居然是一個日本的科學家 在實驗室 他說 我做了25年的科學家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發生 25年 每一天在那邊上班下班做研究 就為了這個moment 他才知道這個25年來 他人生的意義在這個時候出現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們R&D 在事情沒有發生之前 你就要有實驗室 stand by 實驗室就要預測 有可能所發生的病毒 跟解決的方法 能夠在最短時間裡面 培養製造抗體出來 那這個實驗室的話 任何一個實驗室 它的cost 都是好多億 不是一億兩億 是十幾億耶 我問你 實驗室要不要器材 實驗室要不要教授 博士一大堆研究 他是不是要領薪水 是不是要去領薪水 是 那你養這個 養十幾年要多少錢 7、25年 你為了這個特別的病毒跑出來 這就是只有什麼情況 以前古時候沒有錢的世界 是沒辦法做這種事 就是因為有資本主義在那邊運作 對不對 才有多出來的錢 跑去做這個實驗室 沒辦法等到臨時 住在那裡顯示 現在要做死那麼多人 現在要去研究 不會了 平常就在準備著 stand by 再來 Property was eradicated 貧窮已經沒了 我跟你講 今天有的貧窮 都是人自己做出來的 你只要努力 一定有收入 一定有收入 也有飯吃 比如說非洲國家 為什麼那種人餓死 因為他們人門不張 人家全監給他們國家 最後他們上面的人 又把他吃下來 去買武器 繼續奴役他的百姓 西里亞為什麼沒有飯堂吃 很乾的 他現在還在飯堂吃 他去澳洲流浪 歐洲人人道主義救援是有的 雖然他在流浪 不能進入那個國家人家 還是該吃 每天要 你看看嘛 去看CN News 是不是他每天 該有吃穿保暖 基本人權要的東西都有 不能準備帳篷 對不對 對啊 現在世界是這樣的世界 再來 Human Rights Awareness 人權被受到重視 當然啦 我們講人權受到重視 最近就沒有 因為整個西里亞難民 跑到歐洲 歐洲人都不要 所以過去 歐洲很假笑 就自以為很崇高 每次都指著人家人權不好 現在真的人家跑到你們國家來 你看看怎麼樣 梅克爾不是繼續 就說要接受幾個百萬難民嗎 現在要下台了 太天真了 我講到最後還是部落戰爭 幾百萬人來到你們國家 難道不會吃掉你們國家資源嗎 你們本來養窮人那批的錢 是不是要分給外面來的難民 相對他們的 德國的下街池的人 就受到直接的傷害 突然一百萬人跑到國外 要跟我搶工作 這群人不是讓他沒工作 每天養他 德國政府一定會安排他 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事 就有排擠效果 所以一個天真的總理 做出天真的決策 產生天真的結果 所以歐洲的所謂的人權主義 到這時候就面臨最大的考驗 為什麼有這件事情 我講過嘛 美國放他去的嘛 美國去搞阿拉伯之村 阿拉伯之村產生一堆美國人家抗暴 然後回教國家的人就開始失散 對不對 開始有內戰 內戰就開始跑 跑了怎麼辦 這次不光是敘利亞人跑去 連附近的摩洛哥 那個伊拉克的難民也一起去 大家想說歐洲人真好 以前還很難去 要升級升級不到 現在直接用難民身份 一堆人就去了 所以現在各國的那個 總部落戰爭又開始了 歐洲比如說匈牙利一開始就圍起來 我就不想給你來 我們匈牙利人就是匈牙利人 最後我跟你講 就是以你部落的利益為優先 那不是 我在說這一次到達到的人 台灣人的利益為優先 不要把你的敵人暴領者抓進來 跟你一起討論利益 現在華麗的一定都是 當你的敵我不分的時候 結果都是做錯誤的決策 來 回到這個 Ware was rendered obsolete 戰爭的形勢已經改變了 過去戰爭一戰幾百萬人 一戰二戰 人越少越多 但是现在的战争是什么样的 你有没有看过 你们上网去查一下好不好 美国的无人战机 那时候伊拉克不是一个危机 说是核弹危机 结果这个危机突然不到一天之内消除掉 为什么 因为那个计划的主持人像一个人 坐一车去上班一转 砰 死掉 司机继续开 还不想这个人死掉 现在无人飞机直接杀叫做斩守行动 把关键人物去掉 事情就结束 危机就结束 所以美国对付以前那个宾拉登那也是 特种部队一进去摘掉 结束 那为什么很多IS没有被摘掉 为什么是最近才开始摘 那我跟你讲 那就是政治理由 不是真的 如果美国真的要打哪个国家 不会被他打掉 除非他不想那么快打赢 或者有其他的理由 你知道吗 所以 好啦 那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 资本主义有很多的好处 当然也产生很多的弊端 比如说污染啊 对不对 Chemical的 但是这个不是用 透过把资本主义毁掉来解决 而是要更先进的研发技术 把你产出的废物解决 对吗 好啦 我要讲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讲这个 它有Key Point 怎么让这个轮子转起来 资本主义的运作怎么样转起来 它有力量 对不对 推的力量 哪两个推的力量 在这里 Reach one more and pull in need 有钱人要买不完的好东西 你不要让人家有钱人说 我已经到顶了 没有未来了 他就结束了 他就不会再买了 他不再买这个社会要做给谁 所以往上走的人 在顶端的人 要有买不完的好飞机 你有私人飞机 不够 我还有这个几型的新的 那个Double Jet引擎的飞机 再不行 我要围巾飞到外代工的飞机 对不对 永远让你花不完的钱 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然后下面穷人 Pull in need 穷人要觉得我要努力 我就可以往社会的上层爬 这就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最近日本那边有一种叫做 下流社会 有没有听过 没听过 下流 不是那个真的下流 日本现在有一堆年轻人 开始住家里面 薪水就偶尔打工赚点钱 吃饭都没问题 家里有住有饭吃 真的邀自己去Seven买一些便当 也不多钱 一个月赚个一两万台币 那就厉害了 电影上网全部都看完 衣服UNICRO打折的时候 每一件都很便宜 跟朋友去卡拉OK分一分 也没多少钱 要出去玩租个车子都有 但是这些年轻人就想了一件事 他不想往上爬 公司偶尔打零工就好 叫他正式员工 为什么 每天都要几点到几点上班 迟到老板骂 对不对 我也不想往上爬 为什么 我当了小的干部之后 相对我要付出的代价很多 可是我的薪资很少 所以一群人就摆烂 不想往上爬 不想再努力 摆烂啊 我领政府的旧经济法 要更好过啊 美国现在就一堆这种啊 所以怎么样 poor not in need 穷人不想往上爬的时候 这社会也推不动 所以好的经济原则在运作的时候 要穷人觉得我只要打拼 我的人生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好 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努力的往上爬 那有钱人说我玩不玩的好东西 所以这个经济就会一直运作 所以说到这个我再给你一个问题 大卖场 不好意思 我怕你对我找你问题 大卖场 你现在是议员喔 大卖场为了要节能减碳 决定冷气升高两度 你觉得好吗 节能减碳啊 绿能建设啊 要冷气不要开那么冷 决两度好吗 你看又错了 大三老师讲课一定要讲个道理 为什么不好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当你温度上升大卖场变热 比如说本来是26 25 24 现在变成26 27 比我家的温暖了 我去大卖场干嘛 我去买东西我还会生亏心 那我就降低我的购买意愿 我就不想去大卖场了 去大卖场的人少 你做东西卖给谁 你一定透过别的方式买 要不然减少你的欲望 你去卖场就是你看到你想买 就越买越多 是不是 你在活络经济嘛 但是你只是节能点上 算那两个 没几千钱 你还是整个经济停滞 你没有做的话 工厂怎么开工啊 我生产给谁啊 大家都到卖场去买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啊 事情不是 傲人想要简单啊 对啊很好啊 是不是 真的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经济不是给你画路就路 画起来就起来 不是那么简单哦 你一旦经济被你弄到这样停滞下来 大概起来 再过五年吧 五年里面有多少家庭 因为没有工作 没努力 你怎么没努力吃饭 社会都给你害死 为了你尽管两个都 心电 对吧 你怎么知道 你做的一法动全身吗 我说过嘛 你过去这个人不重要 所以你做的所有事情 没人听你的 但是当你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做任何的角色 会影响全部的人耶 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你这个头脑没有想清楚 不要来啊 这不要做危险的事情 小孩子不要玩大车 真的 要不然你就选你在行的 比如说我本来是 机械方面 我就去搞机械 我不要来搞经济 经济有专门的人去搞经济 对不对 我是医学的 我就专门去 厚生劳动省 对不对 好不好 艺术的 文部省 你不要跨行去做 不是你的在行的东西 不然你现在讲出来 你现在的技能 乱来唱 以后要做什么 听话 你不听话换掉 就这么简单 这是民政府做 好了 讲到这里 刚才有个人说 不要贪污不要什么 对不对 很简单 还有一个就是 听命令 我那时候讲过嘛 你当中要管 台湾人是怎么管 我们要像军队一样 一个命令 一个动作 你才能够统治 大厨大厨 你过去也没什么经验 他突然叫你做决策 你手敢不揣 你现在会带吗 让我说完 你会带吗 你今天已经海市 没有人 真的啊 我们很多家庭 因为这样子嘛 对不对 很多小孩子未来 健保会一直长 你可能三年任期结束 可是后面的烂摊 只是下面的人在承接 好 我跟你讲 那怎么让这个停滞 就是 Rich Vanity 有钱人觉得人生很空虚 不想买了 有一种宗教 跟人家讲说 四大皆空 这个宗教 绝对不适合在资本属于里面活的 你哪空了你买什么 都不想买了啊 你要让人家有欲望想买 对不对 你要Enjoy Life 享受人生的各种美好 这才能是资本主义啊 你不能鼓励这种宗教 这种宗教像印度这样子 大家不想努力了 对吧 人家就是这样啊 有这个也好 有没有那个 快快就死了 对吧 对吧 那边都哭了 对吧 撒到树底下再变成 这种宗教最后就把你带到虚无的世界里面去 来 再来 Poor Satisfied 就是穷人可以觉得很满足 也是一样啊 人生需要那么多干嘛 有三三个人 对不对 一单身一瓢饮 回不改其乐 这样就好了 那种人比较多 整个社会就完蛋了 对不对 人类社会就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很简单的很 你买衣服就不用选项了 只要保暖就好了 活着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说要求我们 不能走共产主义路线 就是这样 共产国家里面 你有钱是罪 是不是 无产阶级专的 打倒黑无类嘛 地富反坏右 对吧 地主啦 什么反什么什么 对不对 怕得人这种人 就是上面 过去的资本主义这个嘛 资本帝国主义嘛 共产主义就在说这个啊 有穷人 每个人都有国家 帮你准备很多东西啊 你 对不对 那现在没有人要努力了 对不对 好啦 那当你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只剩下几分钟 我就要做个结论 那今天有个题目就是 台湾的未来在哪里 我最后做一个简单的 今天台湾的问题 就在亚洲 亚洲问题就在中国 中国问题就在台湾 台湾问题就是出在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核心 也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离开台湾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现在有个大架构 除了我说的 还有一个大架构 叫做TPP 中国有一路一带 他们要去整合 所谓的欧亚大陆这边的经济体 他要挑战美元的地位 对吧 但是美国也画出 破坏出新的未来 叫做TPP 虽然现在这个川普很反对这个 但迟早美国会走这条路 我跟你讲 美国就是一个帝国 关键时刻唯一的选择 我跟你讲 台湾的未来是什么 很简单 在以后TPP的架构里面 台湾跑不掉 在整个亚洲布局里面 台湾跑不掉 那当我们知道台湾的布局是这样 都不会关在自己的笼子里面 跟你想自己的事情 就不会被中华民国的系统 给你的教育锁在中国 你会看整个世界 看我们到底真实的人生 而且当你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你做出来是 说话的大声 那会不会这样 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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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的 我就是大清帝国的存名 我今天让你责乱 但是我会自己的 我有我的未来 当我重新扮演我新的角色的时候 大家有点过去 完全不一样 完全跟大清帝国的那些殖民地断根 跟知那文化的教育断根 我们要完全的脱雅入鹅 今天讲到这里 下课 谢谢大家